同学们,你们好,我们这一下就来讨论一下我们表达对象关系的另外一种方式 reference,这个也叫document reference 它怎么做的呢?其实很简单,这是个很简单的方式,但它很灵活 回到我们那个同学跟学生的那个例子 本来我们不是存一个内签对象嘛,对不对?sql 听到我们不存这个sql这个对象,我们存sql的id 这里边存一个object id 这个id等于什么? 这是我们sludents这个collection下的一条记录 那我们再搞一个collection sql是这个collection 它里边就会有一条sql 它的id,当然我们sql信息就存在这个下面了 我们就不再放在students这个里边 它的name啊set就都在这里 它的id等于这个 你存在students这个里边的id 那代表说呢,我这个student它是什么学校? 它就是这个学校的记录 那先说我们这种做法有什么问题 很直接的一个问题 我们 芒果db啊 没有像关键型数据库那样的drawing那种查询 你就不能通过一次查询 或者是一次组合查询 把一个学生连在他的学校信息一次性就拿出来了 这很成问题啊 因为你不能一次拿我就要两次拿 那代表什么 我先通过学生的id去拿student 然后我再拿到这个学生的这个student.sql id 这个值 再到sql这个collection 去把对应的sql给拿出来 这个会降低读的效率 当然在很多问题这个效率降低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可以接受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读效率降低的话 再回来看这个我们这个reference这种使用 其实它是很灵活很方便 如果在oo里边我可以说它是一种借偶的一种设计 因为我可现在我可以自由的更新sql了 我某个学校改名了你改好了 我学生clack上任何一个学生都不需要更新 因为你再怎么更新你sql的id不变 那我这个学生还是指向这个id 当我看这个学生的时候 我一查询 然后再拿他的学校 他的学校的内容自然是最新的 对不对 他可以保证你拿到最新的数据 而不需要去更改我这任何一个学生 这是很好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什么时候用 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你对读的效率 你觉得稍微慢一点 能接受就可以用 但还有几种情况 你不得不用 比如说 我们现在需要 我把这个擦掉 我们我们 我们现在需要把你C盘上所有文件给表达一下 你敢把它放在一个document里面 你的C盘上可能有几十万个文件 对于这种特别大的一个一个树型的结构 你就没法用内签对象来表达 你怎么办 你一定要reference 你可以建一个 一个这个文件夹的一个collection 那它里边的记录呢 它下面再有它的子的文件夹 你这里如果内签的话 它每个对象下 再搞子的文件夹 那这个展开的无穷无限 你根本接受不了 所以你就把它变成一个 我只存 这个下面文件夹的ID object ID ID1 ID2 ID3 它下面几个文件夹 往这里存 但是它 你要用的时候 你先去拿你的根目录的这个document 拿完之后 你根据它的下面的这个文件夹 就这个数组 你把这个一个个拿出来给用 用户 要展开哪个 再去拿对应的 他要一次来 他要搜索 你也不要紧 你可以写个循环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展开 这样保证你每个document 是个可控的一个大小 你能使用它 这时候你不得不用reference 对不对 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要说是我们 比较复杂的这种 多对多的关系 那我用一个例子 这个 如果有同学 对这个social data management 你这怎么翻译成中文 就是 这叫社交数据挖掘 他就 你做这个东西 你感兴趣的话 你发现 我们 其实就是我们昨天的作业 你一个人 你有多个学生 对不对 你怎么表 多个朋友 不是学生 你有多个朋友 你怎么办 一个学生 他多个朋友 他朋友也是学生 然后他这个还有 还有朋友 这可能是网状的 那这个在social data mining里 这个叫 就是一个 叫social network 对不对 我怎么表达这样的关系 那也只能用reference 对不对 你要都放在一个 我站出来的表现 你表达不出来 那我昨天用这个作业 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们在students 这个里边 他自己不是有name吗 这个我们不管他 自己该叫什么 叫什么 他有一个 一个friends 书族 id1 id2 id3 好 那看他的朋友列表 就拿这个 他的每个ID 还是一个students 对吧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盲子学院的网站 改成一个社交平台了 但是我同学说啊 你这是用reference 好了 但我拿一个好友列表 我得多累啊 我有200个好友 然后根据这200个id 到数据库再去拿 查出200条记录出来 你其实你也不用查出200次 因为前面查询没有介绍到 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你可以用e 当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 你这个id 你把这个array 放进去 你就可以一次match 这些id的students 就查出来了 当然你还可以 我这个是 是很多年前我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的一个设计 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你不就是要一个好友的名字吗 对不对 那你这个friends里啊 你可以放个postual的一个document 对吧 对吧 我是我我我我表达了 搜索内容 我只能用引用 我不能把整个对象给欠过来 那我可以说 他这个数组里边的每一个元素 稍微多代言内容 它可以 带一个id 这是我们的student 就是我们的user id 对吧 然后我可以再放个name 我们可以把一些常用的 他又不大会改变的值 比如他的生日 放在这儿嘛 对不对 那你用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去通过这下 如果你需要更多数据 你就用这个id再到students去拿 如果你不需要 你就直接把这个名字 显示出来 好友列表一下就可以出来了 我就不用通过二次查询了 这是一个reference和这个embedded document 相结合的一个方式 一般我会把不太更新的数据 而且你又比较长远的数据 给他复制一份 放在这面 就好了 那同学们说你以前不是留过作业吗 你这个生日 怎么怎么写 我今天先写一种做法 如果你用使用console的话 如果你使用那个任何框架来开发的话 你就直接传一个 就native的type 然后给他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正在console下你怎么办 new date 第一次大写的bate 括号 引号 比如说是一个7月4号 主 line 4号 2号 2014 它就生成了个日期对象 大家可以有些人可以把这个输进去 然后查询一下 看 再查询的话 它就不是这样的了 它会变成另外一种格式 大家有些人可以看一下 就所谓的iso data 标准日期 大家可以看看 很有意思 十区都给你加上去 那好 那我们呢 这个就通过我们上一讲和这一讲呢 终点解决了 我们怎么表达 我们这些 一对一 一对多 多对多 多对多 就我们这种social network 其实是个多对多 这些关系 然后达到了一个高效表达 但是他们同时都有各有这个自己的优缺点 这么一种方式 那其实呢 这个你要想在设计上提高自己啊 是无止境的 我建议大家呢 除了看我这个讲解之外呢 再看一看芒果DB的官网 尤其是他手册中的 这一个章节 Data models 他主要是在讲他怎么建模 就刚才讲你怎么设计这个document 对吧 他提供了好些的例子和pattern 还有一些这个case study 大家都可以学一学 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当然我我看过之后 我觉得他跟我讲这个东西有很多是 是一样的啊 这这肯定冲突不了 但也有一些不同 大家可以这个针对性的呢 学习一下 就以这篇非常的好 这是他的这个 因为我这人不喜欢看大量大的理论 我喜欢看例子和pattern 大家可以看 看一看 来学习一下 好 今天作业就是我们 建议大家自学一下这些东西 好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